我们今天要使用扑克牌来做选择性注意力的训练 什么是选择性注意力呢 选择性注意力就是在众多的项目中 去找到那个我们想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要排除掉其他的刺激 去注意我们想要选择的物品 那怎么使用扑克牌来练习呢 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也只要把各个扑克牌都放在桌子上 然后我们就请小朋友去找到特定的扑克牌就可以了 方块石 方块石去哪里 先找红石 我有一点不害意 黑桃 我要找黑桃吧 山 我要找黑桃吧 好 先找黑桃山 黑桃山去哪里了 黑桃山去哪里了 怎么进了 不见了 黑桃山不见了 他怎么不见了 躲在哪里啊 他好像 你先找黑桃山 你先找黑桃山 我妈妈躲起来了 我妈妈躲在哪里 我们来找找看 我躲在哪里呢 你方块山在哪里啊 我注意听 方块山去哪里了 然后再找个 是依序的,还是跳来跳去没有组织的。 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视觉搜寻和扫描的策略哦。